前套比較窄 老闆 前套好 這是你們的社長 對 謝謝你們的邀請 謝謝 第二位是不如之前輩 他也參加了同樣的補書會 所以也被捕了 他本來被判了十年的刑 但在綠島的時候 又犯再判亂案被判了死刑 當時他只有二十三歲 認識了地下黨的年 現在主俊們也說 會做出十分辛苦的日子 此事就在影響中交代你們 這位是號稱台灣年紀最小的政治犯 彭維健先生 因為當他還在媽媽的肚子裡時 就跟媽媽一起被捕入獄了 把外出產後 又跟著回到了牢裡 他曾經去給外婆照顧 但是 當他四歲時 外婆因為失明 而無法再招待他 只好將他送回土城市教所 和媽媽一起坐牢 好 這個精彩它是為全球能化的 藝術 那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 我有話要說 儘管我也不喜歡這個表達方式 小朋友可以自己設計他們要穿的學校制服 或是要不要穿褲子或裙子的權利 第二個是他們可以設計他們要穿的學校制服 他們的圖書館 這樣子 可能 他們要看的書可以放得多一點 這樣子 每一個小孩都可以拿到 好 我們先收集了很多小孩 小孩想要問大人的問題 在活動當天 一一提出來 問大人 並且讓大人與小孩 針對這幾個問題 進行討論 大作戰 讓大人與小孩 能夠再沒有任何 回答了 可以呦 而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套圈圈遊戲 後來呢 我們一起去看了 我是兒童 我有權利特展 我們都認為 這個特展 把枯燥無謂 翻譯理解的兒童權力公約 詮釋得簡單易懂 然後非常開心的 寧願今天 願意播出時間來參觀 下次你看我的貓的照片 你會發現我的貓的身材不錯 哈哈 因為他們都會自己 克制自己的食料 所以他們也是很貪吃 但是他們會克制自己的食料 還要說到我想問你 就是你當初你讓他不是叫你不要碰政治嗎 對 為什麼你這樣碰了政治 還當上我們文化民國的總統 那你剛初是怎麼說服你嗎 大哥 我沒有說服他耶 社長講得很對 我沒有說服他 但是 就是我覺得我的父母懂得尊重他的子女的選擇 那也就是你們現在要的這個權利不是嗎 所以我很感謝我的爸爸媽媽給我這一個尊重 給我一個發展的權利 好 謝謝總統 請問我們國家台灣有多少孩子有受到這些權利 則沒有受到的怎麼去改進 我們希望所有的孩子們都受到國家政策的保護 我剛才看到四種權利都背下來 保護權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親全力來保護我們的兒童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除了生存權發展權之外 還受保護的權利之外 我有一個心願 就是要讓我們的小朋友有更多的參與權 那我剛剛看到的很多你們做的事情 其實這個參與權也是絕對有資格的 那我們也應該有更多的空間 讓我們的小朋友的參與權可以發展出來 好 謝謝 那你喜歡當小孩呢 我喜歡什麼 當小孩呢 我當小孩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好笨喔 什麼東西都學不會 總覺得別人什麼事情都學得比我快 所以我總是很努力的在念書 希望我可以考試及格 所以你要問我 要不要再來一次當小孩呢 雖然是覺得蠻痛苦的 但是我覺得做小孩的時候 你對未來有各式各樣的想像 你有很寬廣的空間來形塑 你將來希望有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那做小孩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想像的空間 這個是我們要去享受的 謝謝先生 好 我們常說人多嘴閘 那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就有兩千三百萬種不同的意見 您說傾聽民意 請問您要從哪裡開始傾聽民意呢 謝謝 你這個好厲害喔 兩千三百萬人 尤其是台灣 在我們很努力的經過好幾十年的 很多人的參與的努力 我們現在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那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就是 讓大家有發言的機會 那我們也要尊重每一個人他的意見 但是國家還是要往前走 需要大家的團結 所以在我們有權力表達我們自己的意見 可以參與各種事務的時候 我們也懂得跟別人一起來形同共同的意見 這是我們做一個公民最重要的責任 所以我做總統的責任 就是讓我們人民有自由表達的權利 可以在很多場域裡面表達他們的意見 但是我也期待我們的公民可以坐下來 跟大家一起來做決定 讓國家有一個整合的力量可以往前走 那這就是下一步我們大家也一起來努力的 OK 好 那謝瑞啟發言 那你會願意繼續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 這個同權力繼續宣傳下去 那你會用什麼方式呢 這個權力 我覺得我們社會上有很多人 覺得台灣發展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從威權時代走出來 所以很多人親身經歷的威權時代 現身說法 所以讓我們在後來的人 可以去感受當年的不自由 不民主的這個情況 但是我們要一棒接一棒 因為他們畢竟是上一代 那我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要接棒 一棒一棒的接下去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來呢 因為你們就是要接棒的人 而且你們正在接棒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展覽 還有你們的解說 還有你們大人思想研究社 這件事情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我們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台灣的民主就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而且會越來越好 謝謝總統 有養狗嗎 我有養狗喔 三隻大狗喔 我從小都有養狗 下次我們再參加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場地是適合的 我就帶我三隻大狗來跟大家見面 好不好 因為我在這裡也講 我們動物也有動物的權利 所以我們要尊重動物的權利 那你小時候再十三個 因為我讀書讀得好辛苦 我每次考試都很痛苦 所以我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看課外讀本 因為那個是不需要考試的 那我看了很多課外讀本 我有時候也會躺在床上 對我的未來有很多的夢想 所以我常會發呆 我發呆的時候 就是這樣 我的想法可以完全解放 不要為了考試 不要為了課場上交的東西 把我綁住 這是我最愛做的事情 就是發呆 好 好 那丙浩想要問問 丙浩 為什麼丙浩想要拿給我問 這題很難回答 我很喜歡看到每一個人 或者我很喜歡看到 有那種很自由的人 他想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他想要去完成一件事 他有那個機會去完成那件事情 那我很羨慕這種人 但是有些人 他的決定 不是只有他自己的決定 他的決定 其實是跟很多人一起做的決定 他的責任 也是對很多人共同要負的責任 所以在那個時候 你說我要做總統 這件事是我自己的決定 那我要自己要負最大的責任 但是這個決定的過程中 有很多人的參與 我們共同決定了說 啊 蔡英文選總統 蔡英文做總統 那也希望跟更多人 一起來努力 把國家做好 讓我們一代一代的人 都能夠更幸福 我會不會講清楚 我會不會講清楚 我會講清楚 有 好 謝謝總統 簡單的講 我就是希望做總統 可以跟很多人在一起 讓這個國家可以更好 我們的下一代更幸福 好 那蔭英文想要問問 那總統 就是雖然說 有時候 要保護 就是兒童的自由 可是 現在很多的 國中高中還有 法進 跟 就是 還有說 有很多規定 那 就是 我們可以怎麼去改善任務 總算有人問這一題了 我們傳統的觀念 還有我們比較威權的想法 比較是父權母權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要教育小孩 用我們大人的想法 來教育小孩 那 我覺得現在不一樣的 我們應該給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的兒童 更多的空間 讓他們自己決定他們要受什麼樣的教育 怎麼樣接受教育 我們要給他們更多的空間 更多的選擇 所以 我做總統以來 我一直支持 就是讓在每一個層級的學校裡面 給我們的小朋友 更多決定的權利 更多自由的空間 但是 自由是不可以濫用的 權利也是不可以濫用的 我們必須在使用權利的時候 在享受自由的時候 也要注意到我們對群體的一個責任 這個是我給大家做的一個建議 好 謝謝總統 那請問總統 你最怕的事情是什麼 你最怕的事情是什麼 是疫情 是疫情嗎 你聽我回答的 你會不會 我最擔心的是 做總統 最擔心的是 我們下一個世代的人 對未來喪失的信心 這是我做總統最重要的一件事 讓每一代的臺灣人 對未來都充滿了信心 對自己都有很大的自信 那我今天看到你們 我真的很高興 好 謝謝伯茂 你來過臺灣博物館幾次 我不太記得 但是我來過這裡 但是我有很多的政治的前輩 甚至是現在我的政治的夥伴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或者是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他們曾經在這裡過 就是因為他們被迫害 他們的人權受到侵害 他們在這裡被羈押過 在這裡生活 不自由的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看著這個空間 我們在想讓臺灣的民族會更好 自由會更多的同時 我們要謝謝當年 被羈押在這裡 犧牲的人權 犧牲的自由的那些人 替我們打下的這個空間 讓我們今天有今天的自由 我相信 你們等一下去看看那個名牌 你們發現有幾個你們認識的人 比如說 大家都知道花媽是誰嗎 知道 花媽以前也住在這裡 還有我們第一位女性的副總統是誰 對啊 你好聰明 她也是被關押在這裡的 我們還有柏洋 還有很多 我們很多 在社會上很敬重的人 當年在威權時代都被關押在這裡 所以這個空間 我們為什麼要留下來 就是要讓我們每一個世代的臺灣人都知道說 我們不能夠回到那個時代去 謝謝總統 我記得幾個月前 我真的有收到你們的邀請書 而且我也仔細的看過你們的邀請書 我第一個很懶悶的是 什麼叫做大人思想研究社 因為我們大人習慣的就是 我們研究兒童的心理 我們研究兒童的福利 我們研究兒童的權利 可是竟然有兒童反過來要做大人思想研究社 這件事情真的很顛覆我的想法 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這個研究社究竟是誰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來這裡的行程 就實驗了好幾個月 不過今天我看到我的行程表來這裡 其實我蠻高興的 而且看到各位 我發現我們雖然晚了幾個月 我相信你們在這幾個月又長高又長大了很多 看到你們戴小小的口罩 我就覺得蠻可愛的 我覺得很高興 剛才在講解的過程中 聽到你們很有自信的講解 我也很高興 剛才有個會講英文的是哪一位 有沒有在現場呢 你的英文講得很好喔 值得嘉獎 所以看到大家 我覺得我們未來真的有希望 下一次你們如果想看到我的話 希望你們還想看到我 可不可以到我家裡住在關底 跟我那兩隻貓三隻狗見面一下好嗎 我是很尊重動物權的總統 所以我那兩隻貓三隻狗的權力蠻大的 你們來見識一下那個有權力的貓跟狗是什麼樣子 就好像你們今天是一個很有權力的兒童 所以我真的很高興看到大家 雖然今天你們都戴著口罩 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 希望你們口罩都拿下來了 我可以看清楚各位長得多可愛 我剛才講過這個地方 是值得我們每一個臺灣人都來走走走看看 瞭解當年被關押在自己的人 他們失去的自由 他們的人權被侵害的這個過程 讓我們每一個代的臺灣人 都不會忘記這件事情 讓臺灣可以強大 讓臺灣可以生存 讓世世代代臺灣人都可以幸福的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自由 民主 人權 趕快點擊 無論你們長多大 請記住這三件事情 自由 民主 人權 一定要記住 謝謝總統 總統有考慮要把學校變成小班旺嗎 就是一班15個人一校 這是我們的希望 好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國家的資源必須做最好的配置 我們有這個目標 但是要看我們國家整體的資源 在有適當的配置之下 我們持續的往那個方向走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往這個走路 我們現在的一班人數已經到了二三十個 我們也希望 像我唸書的時候 我們一班是六七十個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它慢慢的走到大概一班 大概二十到二十五個階段性的目標 好 謝謝總統 好 謝謝 如果您不做總統的話 那也會想要當什麼 這件事情 我告訴我自己 現在不要想這個事情 因為我如果太想這個事情的話 我不會專注在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那做總統 最重要的就是要百分之百專注在我的工作 所以這個事情 等我快要做完我的總統任期的時候 我再回答你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總統 好 裡面有很多很多很多貓咪的玩具 還有狗狗的玩具喔 好 再拍一張喔 好 這邊 好可以 這是貓咪的玩具嗎 對 貓抓棒 然後還有那個罐頭 然後狗和貓都可以玩的玩具 好 那你們真的要到我家來看 好 他喜歡的玩具 他花了很久的時間把它洗很乾淨 這個是一個小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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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小玩偶 這個是小玩偶 謝謝 好 下面要跟頭偶 我們看前面喔 好 拍個 一 二 三 好 再一張喔 大家可以變換姿勢 下一張 一 二 三 我們可以頂個什麼嗎 我們兩個可以頂個什麼 我們兩個可以頂個什麼 好 三 二 一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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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 東東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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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